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与关小彤撞衫 不是瘦就能赢 终于明白曲线的重要性 女星迪丽热巴和95后小花关小彤的身材条件都是相当不错的 但两人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身材类型 关小彤身材高挑 大掌腿惹眼 迪丽热巴的身材更加的凹凸有致 两人在最近的造型上撞衫一条流苏短裙 不同的身材也是穿出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迪丽热巴总是能够轻松的在各个场合里切换造型 在之前走红毯时是特别美艳高调的大明星 但是这种简单T恤搭配上短裙的造型也是相当不错 完全就是穿什么像什么 迪丽热巴和关小彤撞款的其实是这一条流苏装饰的短裙 只不过两人选择的颜色是不同的 一个白色一个黑色都是静点色 但是搭配给人的感觉却是一个清爽一个酷感 迪丽热巴选择了白T恤搭配上流苏短裙 上衣和裙子是同色系的搭配 关小彤也是选择了上衣和裙子同颜色的搭配 只不过对比关小彤的look 迪丽热巴的要显得简单多了 关小彤上身穿的黑色上衣也是有流苏和挖洞的剪裁 黑色比白色更加的显瘦 收缩效果很明显 而关小彤的身材高挑 大长腿更是相当优越 再加上一双黑色的高跟凉鞋后 这身材真的无敌了 迪丽热巴和关小彤在穿的时候都有把上衣塞到了高腰短裙里 制造出了清晰的腰线 立马让身材比例更加的凸显 关小彤的身材虽然高挑 但曲线感却不如迪丽热巴那么强 而身材凹凸有致的迪丽热巴似乎穿出了更加不错的效果 你们觉得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